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六年中班 您念志 我今天要演出的題目是 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我覺得最值得推薦的一本書 就是成都十分鐘成長故事集 其中我最喜歡的故事是 麵包的秘密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的麵包的秘密是這樣的 一位小姐是麵包店的店長 每一天都會有一位先生來買三十元的小麵包 有一天那位小姐就關心她在麵包裡加奶油 可是一天這位先生走進來跟那位小姐說 你這笨蛋我是設計師 我覺得你們的麵包當橡皮擦很好用 結果我要用的時候 奶油全部都噴出來了 整張設計圖都毀了 你要怎麼陪我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發現這位先生的蹤影 我覺得我在這本書裡面學到的是勇敢做自己 這本書也改變了我的想法 在這本書裡面有問有趣的問題 還可以推薦你可以看的故事書 還有其他類似的書是人文故事集 還有幽默賞文書 我發現這本書是用逗趣的方式 讓我們看過這本書的人會一直看下去 我覺得最值得推薦的書就是這一本勇文故事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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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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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